林太太口气好无奈 批评中央说法反复 让一家人好困扰 原来她的家人在5月23号确诊 当天晚上已经上自主回报系统 填报所有资料 5月24号确诊家人收到了隔离通知书 但是其他同住者都没有收到 重新填资料也没办法解决状况 而且区公所卫生所卫生局 跟1922的电话都打过了 都说没有看到他们一家人的资料 而即便可以补请数位证明 但是这防疫补偿也是拼不 卫福部在6月4号公告说 只认定纸本或是简讯居隔通知 清楚写着数位居个证明 非行政处分 而6月6号更新的公告 也没有提到数位证明 那这部分我们有在跟中央做反应 那或许他会做一些解释 跟做一些调整出来也不一定 新北市卫生局这两天 接到大量投诉 但是他们也没办法处理 因为这权限在中央 只能够继续反应 而到了8号下午 五指挥官陈时中回应了 说照原本的规定 所有证明通通有效 但是民众执行申请还是碰壁 只希望申请补偿 东奔西走的现象 能够尽快解决 TVBS新闻 思选黄凯敬新北采访报导 想扩大国际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 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喔